大家好,春天来了,大家开始准备种花种菜 种花种菜首先就需要土壤 可是一道花谱眼花缭乱,种类实在太多了 我们应该如何选购这些土壤呢? 今天我就来说说我知道的土壤 这里说的土壤主要包括两大类 花园小菜地用土算一类 另外花盆土算一类 当然我的认知很有限,这里说的都是个人经验 仅供大家参考 我们先来说说花盆土 通常大部分花盆土在商店里都标明是potting mix 一般来说potting mix其实是指没有土壤的盆栽土 它包含了泥苔土、可可纤维、珍珠盐、石灰石、木屑等等 每一个不同品牌的这些土 它的配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有些还参与缓食肥,所以potting mix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花盆土 而实际上是一种种花的基质 但是potting soil就是我们说的花盆土 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不要搞混了 我个人如果在室内种花卉的话 会选potting mix,不会选potting soil 你看图上这个就是container soil 这里头就含着土 potting mix的种类很多 每个包装上都写得很清楚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最先看到的是seed starting 这就是我们说的育苗土 中间这个蓝色的袋子上头写的可以帮助你调节它的水分 这个写的是给非洲紫罗兰 另外告诉你热带植物也可以用 而且特别说明了花会开的特别的大 颜色也会特别的好看 可以选择的花样太多了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看图说话 比如像这个上头画着这个彩色的叶子 那么就是特别适合这一类的植物 这个一看就是给蝴蝶兰的 因为上头画着蝴蝶兰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一款 这一款也是给蝴蝶兰的 但是你注意看一下 它上面标明了蛋铃甲的含量 而且底下写着Fits up to 6 months 也就是说它里头的缓氏肥可以持续6个月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一款 这个上面写着给仙人掌、棕榈树以及其他的多肉类植物 它也是有蛋铃甲含量的 说明里头也是有缓氏肥 至于你选用哪一种 真的还是看个人喜好吧 现在来看看这两袋 左边这一袋是用来改善土壤的 右边这一袋是用来育苗的 后面有非常详细的解释 左边这一袋在改善土壤的时候要按多少的比例来参 右边这个应该如何使用 它们的生长状况如何 这是另外一个品牌的 第一个也是非洲紫罗兰 第二个是给热带植物的 第三个是给仙人掌以及多肉类的 最后一个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就写着Potting mix 上面没有特别指名是什么 所以基本上一般的花卉都可以用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上面特别写着是室内植物用 那么是不是表明它室外就不能用呢 当然不是的 但是室内的一般来说会比较贵一点 因为经过了杀虫卵的处理 小黑飞出现的几率很低 你看看有多少各种各样不同的牌子 和不同的用处 所以我们在买之前要认真地阅读一下它的说明 然后来决定到底哪一款是你需要的 也是最适合你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花园用途 花园用途通常我们指的就是在室外用在花园里 来种花、种菜的那些土 它分类也非常的多 花园土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特别说明 那就可以用来种花,也可以用来种菜 通常情况下上面也会写清楚淡磷甲的含量 比如你看看这个写着 All-Purpose Gardening Soil 就是干什么都可以 种花也行,种菜也行 它的牌子也非常多 至于选什么样的 如果你不是特别要选这种 Organic也就是有机的 那么我觉得什么牌子问题都不大 差不了很多 还有一种土是三合一土 三合一通常是有辅制质、堆肥以及泥苔土混合而成的 它排水性比较好 因为有堆肥,所以它有营养成分 当然也有分成种花、种菜或者是综合使用的 来看看这个 它上面写清楚了是All-Purpose Soil Mix 而且也写明了淡磷甲的含量 现在我们来说说泥苔土 这个在北美算是比较普遍的了 因为加拿大是原产地 主要是远古时期的树木被掩埋在地层下 经过千千万万年变成像是椰子壳纤维一样的东西 泥苔土在一些国家已经禁止开发使用了 因为大量采集,它的再生能力又很差 所以被视为不可再生资源 我们在加拿大也算是得天堵后还是很容易买到的 泥苔土本身并没有什么养分 但是是非常好的土壤综合剂,有很强的保水性 另外它具有微酸性,多伦多地区土壤多碱性 所以加了以后可以综合土壤的酸碱性 又可以使得土壤疏松,透水性好 这么一大包8块多钱,我觉得价格还是可以的 还有一种花园用土,就是叫做黑土 黑土是以腐质值为基础的一种土 特别适合给新建的花床菜地使用 也非常适合给菜地每年更新使用 它属于表土的一种营养土 大部分含铁比较多,所以呈现深褐色或者黑色 还有一些土是比较特别的 比如像这种,它上面写的是给树 还有灌木使用的,专门指出是含磷肥和铁 我没有种过什么树,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 也就是看一看 还有一种土是草地专用土 因为氮肥能够帮助叶子生长 所以草地专用土的含氮量相对的会比较高一点 我估计这种配比不大适合给菜地用吧 如果只种叶子菜,问题应该是不大 但是我不是很确认,因为我不是专家 我只是这样拆 它这种配比应该是比较特别给草地的 如果你有其他的选择尽量就不要买这种土用在菜地里 另外在花圃里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这个就写着professional mix,专门的是给种花种菜用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一款 它上头画着非常多的蔬菜,应该是特别合适用在菜地里 这个就比较适合用来种花了 那么适合种花的是不是一定不能用来种菜呢 当然也未必,但是尽量按照它的说明吧 如果特别喜欢所有的东西都用有机的朋友 这里也有很多有机的土可以进行选择 看看这一款,上面写着certified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通过认证的,确确实实是organic的 它可以用来种花,也可以用来种菜 有朋友问可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Costco买的土 我就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potting mix 你可以看到像我们刚才介绍的那样 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soil,也就是没有土壤 那里头这些黄黄的颗粒是什么呢? 这些就是缓氏肥 所以这一款potting mix是带肥料的 它的缓氏肥可以持续6个月 在这期间你基本上可以不用浇肥 所以用来种花是非常好的 现在来看看另外一包 这一包我以前没有用过,也很多朋友很感兴趣 我就把它打开来 你看看 它这里头掺得非常好 应该有很多pete mousse或者说是其他的树皮之类的 因为结构非常的松散 应该透水性也很好 掺在地里头应该是非常合适的 包装上没有看到任何蛋磷甲含量的标志 这里头也没有看到缓氏肥 我想它应该是没有化肥的 如果我们种菜把它掺在土里头 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一个花园或者菜园的好坏 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要有合适的土壤 选择合适的土壤是种好花、种好菜最重要的第一步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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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